你不要不懂 别别别别别 老板 车子怎么好打起来了 他根本就不懂我 看那车子我怎么就不懂你了 有什么你都听不懂 其中的含义 好了好了 重演一下事情的经过 我来替你们翻译翻译 我闺一家买了一辆二十万的车子 一点都不持价 太贵了 我们就买便宜的 最近一家买了二十万的车子 我们要买比较更便宜的 我坐在副驾驶感觉好急啊 是不是我想胖了呀 加紧凑行的本来就少了 我们要买一辆更大的车 而且你最好快好瘦 我昨天去买药的时候 就看到有辆车感觉很不错 你看到什么车 车子好不好我不知道 关键醒了关键我 没有想买了 如果买月夜车的话 车身这么高 不是常常都穿裙子呀 根本就不好上车 月夜车是有脚踏板的 买一棍裤 有全细裙子 想买裤子 宝贝 我们就买二十万的大空间轿车 买完之后再去给你买 这身漂亮的衣服和裤儿 再买一套大分衣服的口 一月光彩 最终有你谁想起来 不准不准 陈总今天要过来视察工作 你准备安排好好接待一下 接待 怎么接待啊 反正我提供新总还能喝 所以今天一定要喝客气 怎么是水 你只给二十块预算 不喝水还能喝什么 就要是喝水 这么大桶水 让陈总整 什么 喂 陈总适合人来喝 但这么大桶水 他肯定喝不了 即便这样 我也这么大桶 什么意思 马总 它为什么不干了 这是我刚好 我金妮 好 不 Mann 不不不 不 我金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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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说啥呀 我金妮 我金妮 何两 Flor 一百二十块钱 有这一块 请问你们这个什么车 我想换那辆车 请问你是想要舒适型的还是运动型的 运动型的多少钱 十二万 运动型的多少钱 十二万 那你为什么让我有两遍 因为舒适型的送脚垫 那运动型的呢 也送脚垫 我还是自己进去看一下吧 好 里边请 你的车可以停在电话 也可以不停在店里 刚参加工作不久 想买一款不是那么贵的车 放心我们店里有贵的 也有不便宜的 其实说不贵的 也有便宜的 你看这款车 不管是价格上还是金额上 都比较适合你 我也觉得挺适合的 我一直拿不出这么多钱怎么办 别担心我们有两种交易方式 哪几种 你可以全款现金支付 你可以全款刷卡支付 当然也可以安装支付 或者大款支付 杀 安装多少钱 这款车十万 你最多可以贷款七万 七万还是有点贵 那你也可以追效首付三万 哇便宜一大半 不许动 后天报下 报头报头 还吃 我们是直场内卷警察队的 立行检查 检查 我们销售有什么内卷好检查的 你们可不一样啊 有人举报你们凑着加班谈客户 我说你这个桶子 做销售就非得加班吗 你这思想觉悟有待提高啊 是不是 等我们审讯过后就知道了 说说吧 工作动心是怎么样的 招就完我准去下班 一分钟也不多待 迟到早退 那是我的日常 嘴体硬啊 迟到早退 那你这个人的奖金是怎么拿的吧 你还真多多的被子我们谈客户 没有没有那不是奖金 那是我的房钱 这是谁在我书包里放了这么多手机啊 不是这样子的 你这个卑鄙小人 这么多手机 你拿了哪个多少客户啊 什么呀你呢 我 我越来越消杂 次次给你 我工作都没饱了呀 你晚上都偷偷住在公司 还通宵联系客户 证据确准 你还要怎么抵赖 带走 呸 我不像他们 我只有一部手机 我检查他的手机 检查完毕 全是游戏 你看吧 我凭着上班都是在玩游戏 一玩就是一整天 你唱歌吗 你带最后客户打游戏 每升一颗星 他就买一辆车 你说说 你都把它从青铜带的王者了 你算算 你得卖出多少辆车啊 我错了 我不跟你卷啊 我卖这么多谁的钱 我一个人才都比较花呀 带走 我们站住视频 我们是反击大队 六点大队 你们的省区已经严重超时 所以六点 带走 完了 八笔区了 完了 完了 双十一块结束了 我相信大家的钱包也快空了 为了激励大家 唯一笔奖金 奖励本月表现最优秀的移民销售 奖金就几千块钱 还不够我们付双十一都没捆 就是 就是 马总你看 我这么忙 每天偷十二三百号顾客沟通 手都疼不出来 嗯 马总 我几年是保险都没睡觉了 通车自在公司给客户打电话来看车 喂 王哥 明天来看车啊 马总你看 我每天在挖几钱的客户 为了公司的利益 就算挖底三十是 我也在所不思 嗯 我错 喂 是王秘书吗 马总暗恋你很久了 今晚有空和他一起走 马总你怎么在咳嗽 感冒了吗 马总 感冒了就要多注意保暖 保暖有什么用 马总 是我来补偿了紫克兰酱 车要有什么用 马总 我这就把花朵鱼挖杯看病 看病有什么用 马总 我后日都给你教好了 这块目的 作为常来 衣衫帮水 你看 还有专业团队接送 今晚就可以入住 我不行 快回他们头 他们是出飞坐赶过来的 没收到钱 他们是不会走的 他们卸到钱 怎么够我这么少 差点就穿帮了 你那黑人特效 最多只值五百钱 还有什么 哈哈哈 哎 木子过来 带这位郭克尔去测试一下 我们这个车的安全性 这个怎么测试 能不成我还得要打开两个安全气团看看 我不管 你让车都看不到车的安全 我觉得你不安全 哥 我们这个车最安全的功能就是紧急匹路 就是你在马上 别给我讲这些没用的理论 我要看到实际的测试 看到前面那个人了吗 直接撞上去 啊 这样特危险了吧 要不把人换来再试一下 那就换你上 我错了 我错了 不用错了 我相信他很安全 除了几Gb 我们的电动座椅也是非常安全的 你看 在车里如果后座我会想害你 你可以马上调整我们的电动座椅 像这样你就别做了 这 死权脑梗 这个功能所有汽车都有 不同的是我们有室内监控系统 你在被勒的情况下 发现后座是个名义 你在拯救自己的同时 还可以顺势躺在他的腿上 这样就一站大平 吃他豆腐 最终完成反杀 你说安不安全 今天我们公司才要陈总来参加我们有宜篮球赛 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 好 好 好 比赛开始 好球 裁判 这都没犯规 这是在打橄榄球吗 你懂什么 陈总在这告诉你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 有时候需要打不过早餐 你去打橄榄 你不是在干什么 怎么一直把球传给对手 看来你还是不读 这是橄榄才告诉你 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 就算你最幸运的人也会背叛你 我玩用西海岸 就是这纯正的西海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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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球看你超大呀 对 裁判 这么一个球犯有酸吗 年轻人 陈总是告诉大家 工作不能好够无缘 想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才得行 小哥 换你上 好 陈总的公司 你们是封死电车 手上批笔 却想上了公司的身退 那是再给你们年轻人 更多表现的机会啊 他终于下场了 我们也一直在乱打球了 啊 啊 人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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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